COVID-19 Delta variant 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病毒 打了疫苗 打了兩劑 都沒有用 還是要戴口罩 因為病毒實在是太強了 戴了口罩還是不安全 因為病毒的例子 非常非常的微小 所以可以輕易的 穿過我們戴的口罩 現在我們要全面的 全國再度戴口罩 我們大家要疫苗護照 讓大家一起接種這個疫苗 必要的話 我們必須要重新鎖國 把整個國家再度封起來一次 為了要拯救更多的生命 除非你是前總統歐巴馬 我一直認為開不開趴是個人自由 但是我個人是很反對生日派對的 因為我個性孤僻 而且我討厭人群 我認為一個男人 從16歲到80歲之間 生日趴如果超過10個人來的話 它是有點假的 中間你可能有幾個想要把你全部認識的人 全部邀請到你家 是你家的事情 戴不戴口罩也是你家的事情 不過這畢竟是我的看法 畢竟我是 Unsophisticated and Unvaccinated 我是Ethan 歡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什麼叫做貴族 什麼叫做下等人 我可以在這邊解釋半天 不過我還是讓CNN駐白宮的記者 親自說明會比較好 Other people said You know This is really being overblown They're following all the safety precautions People are going to sporting events That are bigger than this This is going to be safe This is a sophisticated vaccinated crowd And this is just about optics It's not about safety 這邊我想要特別提出這個字 就是sophistication Sophisticated 根據劍橋當代字典 這是一個adjective 形容詞 意思是having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 people behave and or a good knowledge of culture and fashion 中文的意思有金魚事故的 老練的 見多事廣的 還有很有品味的 哇這個字拉出來是因為這是一個keyword 因為打了疫苗之後還要戴口罩 還是不能開發 所以歐巴馬跟我們不同的地方一定就是 sophisticated這個字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根據我這個 剛剛我自己編出來這個科學報告 沒有人在搖椅上面看著17世紀的法文古詩 然後邊聽著古典音樂的時候 然後得到COVID 但是這是我對於sophisticated的看法 跟歐巴馬完全不一樣 歐巴馬是完全不同的 他是一個60歲的老男人 在自己的生日趴上面聽著饒舌歌曲 然後在那邊跳舞 所以很明顯我們對於sophisticated這個字 是有什麼不同的誤解 很多人認為這是一個double standard 這是一個雙重標準 但是其實並沒有 一直以來他們告訴我們的訊息 就是這個樣子的 他們很好 他們很重要 你不重要 你乖乖聽話就好 中文叫做服從領袖完成革命 相信各位說中文的人都聽過 如果我們追求幸福的權力被剝奪了 甚至追求普通的生活的權力被抹去 就不會是這麼重要的 他們不會說是完全不重要 只是沒那麼重要 打個比方啦 例如說你在夜市裡 你看到一隻很可愛的倉鼠 然後你經過之後 你覺得很可憐 這麼小的籠子 這麼一點水 這麼一點食物 這樣的生活過得這麼慘 但是你就會發現就是說 還OK啦 不會很過分嘛 因為這畢竟是一隻老鼠啊 然後你是你 你不會想要生活在那個環境 但是你不是一隻倉鼠啊 歐巴馬看我們的方式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我們看倉鼠的方式 就跟中國共產黨看中國人一樣 就跟台灣的政黨看台灣人一樣 好可憐喔 被困在那裡 那歐巴馬 或許這樣是最好的吧 不管自己的話 亂跑多可怕 那我們呢 我們還是繼續開趴吧 這不是Double Standard 這是一直以來社會要運作的模式 這就是重要的人可以做重要的事 享受重要的服務 不重要的人可以關在籠子裡 過他們的生活 第二點我還在這裡想強調的就是 與其在那邊很生氣的說 這怎麼這麼不公平 其實你可以活得跟他們一樣 你當然或許沒有那麼有錢 然後或許 而且我們也不要跟他們一樣 就是做那種事情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要符合聖經的價值觀的 而且也不要跟他們絕大多數的人一樣 覺得其他人都是下等人 然後自己比他們高級很多 但是你至少可以跟他們一樣 很明顯 COVID對他們來說 任何攻擊性都沒有 他們一點都不害怕新冠肺炎 他們希望你害怕 但是很明顯就是他們不害怕 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 他們的人生沒有停止 一直以來都沒有 我一直以來報導的東西 什麼生日派對啊 去高級餐廳吃飯啊 然後去洗頭啊 他們要你在家裡怕半死 躲在家裡也不出門 但是他們沒有 他們活得跟之前一樣 你或許也應該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很確定的事情就是 新冠肺炎這個東西是真的 而且會在這個世界上存在 不會消失 更可怕的是 你很有可能會得到新冠肺炎 如果你還沒有得過的話 或者是你還沒有打疫苗的話 他們現在說的就是 就算打過疫苗的也會得 所以說幾乎每一個人都一定會得 我們對於未知的事情感到害怕 但是其實新冠肺炎 可能每個人都會得到 這個已經是我們都知道的事了 所以說我們不應該害怕 就跟癌症一樣 除非你在得癌症之前死掉 不然你就一定會得癌症 就跟死亡一樣 你會痛苦 然後你會死亡 這是我們生下來就註定的事情 這裡是我們兩個可以走的方向 一個是躲在房間角落裡 然後不出門 完全浪費掉我們的生命 因為我們害怕這個 我們一定要面對的病毒 另外一個就是 出去外面走一走 看看天空 享受一下陽光 呼吸一下空氣 趁你還可以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些精英很明顯的 已經幫他們做好選擇了 他們要你關在家裡浪費人生 然後自己出去享受人生 我們要變得跟他們一樣 享受 而且使用神給我們的人生 不要再聽他們那邊胡言亂語 覺得納粹的 Your paper please 不會發生嗎 現在在法國已經全面實施了 我要控制自己的健康 麻煩你 好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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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絕疫苗護照 不只是我們 是一開始連民主黨都支持的 因為這代表政府侵犯了隱私 這代表政府強迫你要去做一件事情 不管我們要不要 不要聽我的 我們來聽一下偉大的眾議院議長 Nancy Pelosi's老妖婆 自己在四月底的時候說的話 所以 所以 我們 不可以免疫苗的人 這不是我們可以做的 這就是 這就是 安全性的 要知道誰是誰是誰是誰 我不能去 中央醫院 說 給我一些人的名字 誰是誰是誰 所以我可以去 讓別人 讓別人 提醒他們 所以我們不能 這樣 在這裡 Nancy Pelosi 在說的就是 所有的眾議員 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人 都要去打疫苗 結果三個半月之後 說我們一定要打這個東西 要符合 capital physician的要求 several house Democrats have called for the capital physician to institute a vaccine or test mandate for members and staff you've previously said that members can't be compelled to get vaccinated because it's a matter of privacy and you can't know who is and isn't vaccinated do you still hold that belief and do you see some merit in a vaccine or test mandate well you only gave part of my statement what I said was that we are guided and have to be guided by the guidance of the capital physician he has made those contentions and when the weighing the equities take us to a different place I'm sure he will tell us now in a matter of maybe days or weeks the full approval will be given to the vaccines and that I think will make a difference in terms of what we can do 各位如果聽得出來的話 就會知道說他好像在推卸責任 好像是在說我也沒辦法 這就是健康規定 他在講的東西其實是 我之前沒有說不是因為不行 其實我們是真的可以逼 所有的人打疫苗的 這就是事實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相信CDC出來的東西 然後我對疫苗還有疑慮 從去年開始 中國政府騙我們 然後我們的政府騙我們 CDC騙我們 NIH騙我們 Dr. Fauci騙了我們好幾次 然後現在告訴我們說 我們一定要打這個疫苗 打完了之後還是要被繼續關著 各位要知道現在在推行這個疫苗 是一個Experimental Vaccine 實驗階段的疫苗 這包括很多什麼 Pfizer Moderna Johnson Johnson 好幾個 為什麼是Experimental Vaccine 是因為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被FDA核准過 打過的人打的都是通過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緊急使用許可權 是政府為了這個疫情特別通過的東西 這個就是使用這個疫苗 製造商基本上不用負任何的責任 如果有抗藥性 如果有人死了 如果怎麼樣的話 基本上政府保證都不需要負責 Nancy Pelosi 在說的就是 之前還沒有被FDA通過 所以我們無法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打疫苗 然後還要有疫苗護照 當FDA一旦通過了之後 這個疫苗就不是實驗階段的疫苗了 我們就可以合理的 合法的 合情的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打疫苗 而且要有疫苗護照才可以生活 以下是極端左派的國會議員 Maxime Water 告訴你 我們一定會實行全美疫苗護照 現在的大大議題 看來是說 疫苗是否必須允許可權 你認為有必須允許可權 疫苗的允許可權 我認為我們會進行允許可權 這很危險 我認為我們會發現 人們死亡 而年輕人都被冤枉了 這疫苗 所以我認為我們要很小心 我們要有提供 提供我們要把所有人都被冤枉 我們要把所有人都被冤枉 我們要把我認為 會有很多死亡 會不會被冤枉的 很可怕對不對 根據這些專家還有教授的研究 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活呢 應該不是像那個樣子 他一直以來都是非常壞的榜樣 我只知道 教會不能再關閉 我們不能再封鎖 我們不能再跟台灣的那些正義魔人 跟紅衛兵一樣到處檢查 有人有沒有戴口罩 當政府的打手 我們不能再害怕 我們要繼續傳福音 我們要做我們該做的事情 我們要繼續生活 我們不能再當這些貴族龍子裡的小老鼠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AI NEWS